政府说实施三岁分流之后 你迅速过往车流量不均的情况 符合政策目标和预期 运输昨天楼局书免回复立法会议员提问的时候 三条过海隧道去年12月17日开始实施分时段收费 平日整体过海车流量相弱但较之前平均 红税和东税车流量下降 而西税因为收费下调而上升 而且是三税流量最高 不过在繁忙时段三税无可避免出现车流 至于其他时段三税都交通障信 政府会继续收集数据 全面分析分时段收费的影响